习近平从严治军 中国的两任国防部长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更前任的已经平稳退休的国防部长魏凤和 几乎同一时间被通告开除党籍 开除军籍 取消上将军衔 并被移送检查机关依法起诉其他罪行 咱们今天简单聊聊李尚福 魏凤和 朋友们好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大国风云 我是主讲人大国小将 从今天6月27日下午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两份通告来分析 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研究决定 2023年8月31日 由军委纪委监委 对李尚福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 2023年9月21日 由军委纪委监委 对魏凤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 也就是说 军委纪委先调查了李尚福 20天之后调查了魏凤和 在通告中提到 李尚福涉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送给他人钱款 涉嫌行贿罪 魏凤和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收受巨额钱款 涉嫌受贿罪 按理推测 大概是李尚福为了当上国防部长 给前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在退休之前 输送了利益和钱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序列中 中共中央军委是解放军的中央领导机关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 是同一套人马 只是挂了两个不同的牌子 一个是党的机构 一个是政府的机构 大家可以看图中 中共中央军委 有主席一名 副主席两名 再加上四名军委委员 目前的中央军委 习近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张又霞 何卫东 提任副主席 李尚福 刘震丽 苗华 张声民四人担任军委委员 之前由李尚福同时担任国务院里的国防部部长一职 但在中央军委直级序列中 李尚福的直级上面 还有两位副主席和一位主席 也就是说 前任国防部长李尚福 只是中央军委中的第四号人物 习近平担任军委主席 主要挑选两位军委副主席 其他四位军委委员 按惯例 由副主席或前任国防部长推荐 军委纪委审查通过即可 到了这个地位 按常理主席和副主席 是不会涉及钱款的 这个地位的官员 通常忠诚和信任是第一位的 职业能力是第二位的 李尚福 1958年出生 今年66岁 毕业于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1982年毕业后 到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 2003年12月 任总装备部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 后任长安二号任务发射场区 指挥部指挥长 2013年9月 任总装备部司令部参谋长 2016年1月 任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2017年9月 接替张又霞 出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 2006年7月 晋升少将军衔 2016年8月 晋升中将军衔 2019年7月 晋升上将军衔 2018年9月20日 美国国务院宣布 因牵涉与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商 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的重大交易 依据2017年8月 签署生效的 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 立即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及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 美国务院称 制裁行动与中国在2017年 购买10架苏35战机 2018年采购S-400D 对空导弹系统有关 2023年3月12日 接替退休的魏凤和 李尚福被任命为国务委员 国防部部长 国家军委委员成为副国级领导人 今天在李尚福的通报中 有这样一句 李尚福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 背弃初心使命 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政治生态 和行业领域风气 也就是说 李尚福除了人事升迁中行贿 受贿之外 最大的问题 是在军委装备发展部任职期间 有了更大额度的受贿和利益分配 魏凤和1954年出生 今年70岁 魏凤和是从普通战士成长起来的 他出生于山东省辽城市 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16岁参军 18岁入党 一路努力工作 不断升迁 21岁时 进入国防科工委 某大型号导弹中砖训练班 学习发动机专业 之后一路升迁 1994年40岁的魏凤和 获得大校军衔 出任第二炮兵某旅旅长 2005年任二炮副参谋长 2006年晋升参谋长 2010年12月 转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012年10月 魏凤和担任解放军 第二炮兵部队司令员 2015年12月 任新成立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司令员 2017年10月 魏凤和当选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2018年3月19日 根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 习近平任命魏凤和为 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部长 晋升副国籍 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 在今天中央电视台通报 李尚福 魏凤和涉嫌犯罪之前 美欧等国 以及西方媒体 并不能掌握中国高层的信息 就像他们根本不知道 中国会在赖清德520讲话后的 一周之内 就开始制裁惩治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犯罪意见一样 美欧及台湾 近年来根本不能掌握 中国内部的有效信息 平时只能靠瞎猜和造谣 就像2020年6月 中国全国人大突然公布 港版国安法之前 香港的反对势力 根本没有得到任何一丁点信息 至于网络传言说 哪个军委成员的孩子 被美国策反 泄露了中国火箭军的导弹位置信息之类的 即便泄露是真的 那也不是天大的错误 中国是有核弹的国家 核弹位置信息泄露后 重新设置位置就是了 难道真有国家敢对中国发起首先打击 他们就不惧怕中国的和反击能力吗 大洋身处的中国核潜艇 他们就一丁点不惧怕吗 还有谣言说 李尚福的犯罪信息 是由俄罗斯特务机构克格勃通告中国的 这种谣言太好识别了 克格勃如果真有能力 为什么不掌握自己的俄罗斯军队的腐败情况呢 唯独对中国军队腐败了解呢 俄罗斯军队在攻打乌克兰前期 攻占乌克兰首都基辅被打跑 前线军队作战一团混乱 补给跟不上 军事协调混乱 这种松垮的军队系统 吹捧克格勃能够掌握中国军队系统里的机密 这种谣言太瞎扯了 这一次中国官方的通告 并不涉及李尚福 魏凤和向国外出卖军事机密 他们两个人的犯罪 应该主要是军事装备采购中的行贿受贿 职务升迁中的行贿受贿了 进一步的信息 咱们继续关注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我频道 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咱们一起用证据了解真相 谢谢